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 谷歌 Qoom 瀏覽器 九宮格的 使用設定教學 那就是這個 新分頁 搜索框下方 那個東西 這樣子 圖文的這個教學頁面 這個網址 這個頁面 貼在YouTube的 註解第一個連結 點一下就到這個頁面 因為有一些圖片文字要參考 還有連結要點擊 那我現在新開一個分頁 新開一個視窗 就是說你新開視窗或點擊一下這個加 那個新分頁 然後這個東西 要怎麼弄 這個就是 當然不止九格 那以前 這個東西叫做九宮格 或是多宮格 那 也不知道改叫什麼 反正就是叫 九宮格 或是叫多宮格也可以 那這個蠻方便的 就是說你 點擊一下分頁 就是再從這邊點 好這樣子 就是比較常用的網址 你自己設一下 那這一篇就是用兩個範例 範例的那個網址 一個是溫度及天氣 那使用這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這個 它裡面的那個 溫度 及天氣 超戰整合的很多資訊 好這樣子 那這個 Google翻譯 好這樣子 這兩個東西 好這兩個連結 那步驟 步驟非常的容易 點擊一下新增連結這個地方有個加這裡 點一下 好 然後 接下來是那個名稱 你就敲一下 那個 歌 我看一下 翻 一 這樣子 好這指的是名稱 也就是說這個下面的 這個 圖標 下面的那個中文字 這是用來識別的 好 我應該是先用那個 溫度跟天氣 那谷歌翻譯的網址在這裡 然後複製一下 或者是你直接點進去 從這邊copy比較準 這樣子 因為我不確定它網址會不會換 你點一下就到這個谷歌翻譯這裡 然後copy下那個網址 然後再到這裡 右鍵貼上 或者是Ctrl加V貼上 那個網址已經存在了 在這裡 刪掉 然後重來 歌舞 安 密 OK 然後看一下有沒有那個前後空白 沒有 OK正常 好 這樣就OK了 然後再點擊一下按一下按鈕 好沒錯 然後再新開個分頁試試看 沒錯 好那接下來加入一下這個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的 你可以直接點了 點擊 點擊開來 確定一下那個連結 然後再加入一下 污 污 度 天氣 氣 然後這樣子 然後 王子貼上 好就是或者是Ctrl加V貼上這個王子 結晶已經存在了 刪掉 那個 那個 溫 度 天氣 然後貼上王子 好完成就這樣子 好 那修改及 刪除 就是你移到這個 九宮格上的這個圖標 大概停個一秒到兩秒 他會變成一個比較深的那個灰色有沒有 然後再有一個直的三個點 寫更多的動作 有沒有 編輯捷徑 就是修改 刪除就是我剛才有沒有就刪掉 你不需要的網站就刪掉這樣子 那我剛才已經弄過 就是可以修改刪除 就是這 這三個點 好 那還有一個東西就是調整位置 你自己拉一下 比如說谷歌翻譯要拉到第一個 拉一下 是滑鼠左鍵壓住 拖拉可以調整位置 注意一下是滑鼠左鍵 然後這個天氣 就這樣子 他這個還可以再寬一點 沒關係就拉過來這裡 跟他交換 好 就這樣子 好就這樣 好那這段的視頻就說明到這 就是這個九宮格要知道怎麼用 很方便 可以將常用的那個網址 放在分頁 的搜索 框框的下方 這個 多宮格 好那在這個YouTube 註解 點擊顯示完整資訊 抖內贊助連結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點擊一下這個網址 這個 贊助 連結 裡面的抖內網站 然後 如果可以的話可以贊助一些資金 給這個頻道 給我這樣子 好 你可以點擊一下訂閱按鈕 訂閱一下這個頻道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這段視頻說明 OK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